昨天在PTT有一篇文章炸鍋了 那當然今天早上可能也有一些人看到新聞 包括了平面媒體 包括網路媒體 電子媒體 都有報導這件事情 當然從這一張照片開始 就是昨天台南市長黃偉哲 有到了這個鄭宜盡他的老家裡面去 就是跟著他爸爸還有這個鄉親 大家一起來看比賽 然後是為我們奪得了銅牌 當然大家都很高興 甚至還拉了這個紅紙就是說榮獲銅牌 然後恭賀這是這個黃偉哲 還有其他等等的人 那臺文之光鄭宜盡 這當然也無可厚非 因為這個地方父母官去 可是沒想到這樣的照片 這樣子的出席 結果引發了一篇文章出來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在PTT上面的 爆掛台南市府剝奪桌球資源 逼鄭宜盡轉籍北市 哇這爆掛是什麼樣的掛 而且當下一PO出來沒多久 就大概有上千人去推文置頂 這樣子 然後就說黃偉哲出來面對 拜託高調起來 我實在無法容忍一面剝削選手 一面跑去沾光的政治垃圾 明明就完全不重視桌球 你們台南市政府是在趁什麼呢 西瓜市長還有臉在自己的臉書上騙戰 我快吐了 你們門新質問台南市政府 有沒有照顧到我們台南的選手 請替林忠雄老師 還有台南市的桌球選手 淘一口氣 拜託大家了 請老師安心合眼吧 然後他就說 還去貼到鄭宜盡的家長 我就想吐 你怎麼不說說看 他問了幾個問題 大家一開始還不是很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為什麼 台南市出身長大的鄭宜盡 會在全運會代表台北市出賽 你怎麼不說說 全運會二十幾連霸的台南市桌球 到底怎麼被台南市府搞到沒落的 你怎麼讓鄭宜盡 江宏傑的啟蒙恩師 就是這位林忠雄老師 氣到郁郁寡歡而離世的 你們難道忘記了嗎 還是害怕想起來 當然問丁哥之前 我們線上要先來連線一下 龍蓋森 嗨 龍蓋森 好久不見 嗨 結果好久不見 對 這個台南出大事了 這個昨天 因為大家都在關心奧運熱 怎麼想說 台南出了這個鄭宜盡 他應該是很風光很厲害 結果這一篇PTT的文章 說台南逼得讓鄭宜盡 跑到台北市去 龍蓋森先幫我們講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台南不是最重視人才的嗎 對對對 這個因為他到台北 這個故事也沒有那麼殘酷啦 是 你剛講到林老師這個 其實大家很清楚 台灣的桌球最倒臣民 應該你們都有印象 有一個叫吳文嘉 吳文嘉 是 小霸娃嘛 對 那小霸娃他慢我 一兩年 他國中 他國小從 到國中轉過來 我們明德國中的時候 桌球你教的喔 不睡吧 不是啦 我慢你一兩年 嚇一跳 我是會打啦 不會 但是我是躍移的啦 我今年還去開球啊 喔 厲害厲害 我跟那個蔡智體育喔 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排球 桌球 羽毛球的比賽嘛 啊 那我們是很喜歡運動嘛 那台南也一樣 那早期吳文嘉他 到明德國中到長榮中學啊 他是那個時候就打敗 我記得在 在美國 美國洛杉磯他打敗了大陸的世界排名第一了 不簡單 大陸的乒乓球桌球是很強的 對對對 他就打敗世界排名第一的江家良 大方益財 那林老師他們就是回來 你知道我們台南以前 就是在那個體育場 田徑堂的下面 一格一格 他們就在那邊當成 這個訓練中心 很困難 那大概是蘇南城當市長的時候 那再來 就一直到了許 詩志明當市長 林老師他們委員會就去爭取到 有一個 這個桌球館 桌球館的訓練中心 是 那這個已經大概有將近30年的歷史 他們當然 政治人物有一種概念 就是你現在要去趁熱度 我不反對 可是你平時不燒香嘛 那你也不要放火燒廟嘛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場館你沒可能認為沒什麼 可是各位 其實我跟你講 你如果有運動過就知道 一個大的領級的運動員 不管你是 乒乓球 棒球 或者是拳擊 任何運動都一樣 你啊到高峰巔峰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碰到撞牆旗 對 就是說你會失去手感 那就會就變成你的低桃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些高手喔 譬如說棒球選手他會回到 小學的棒球場 那他也許他的教練還在 或是他的同學同儕回去當教練 你知道嗎 那他就會勾起 當年教練在要求他的基本動作的時候 也許他今天是一個小動作歪掉了 跑掉了 但他回去他那個地方啊 他會想起來 所以這個棒球館呢 我早上就找那個 他們這一期就 以前就 林老師就帶著這個吳文佳 蔣彭隆 還有 馮勝欽嘛 那現在 馮勝欽是回來當 這個桌球的總幹事嘛 那就是說 師兄弟啊 大家在這邊訓練 那這個選手他會勾起他的一些回憶 或是情緒上 所以我們不是講啊 運動員就很強調他的心理素質嘛 有時候你球技好 你技術好 但是心理素質如果不夠 那也許臨場表現就不一樣 對 所以運動員就是有一種是比賽型的 有一種是訓練型的 訓練的時候都是拳來打 一上場就三陣了 但有一種是訓練的時候 教練罵得要死 吊嚷嚷 你怎麼這樣 可是他一到比賽一上去就拿牌 所以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政治人物你不要想 啊這個 其實台南市烏龍事件就怎麼樣 當時在許天才幹市長的最後一 就是要縣市合併那一年 那就是縣市長延了一年嘛 開始規劃就認為這個場館沒有賺錢 也沒有兜錄 那還要補助什麼 就開始構想要把它委外 好那就合併了 變成賴清德當市長了 還流標了兩三次 那有兩三次你這可以把它改變 沒有結果在賴清德手上就真的委外了 就真的委外 可是這個老師他應該聽說他也有 極力的爭取說 繼續的留下來的 對對對 因為林老師你知道他一生是奉獻給 這個桌球嗎 他帶的學生都很優秀 後來真的沒辦法真的搞到當心義絕 他就把他跟吳文 他的大弟子就是吳文家 小霸王 他們就籌備了 他好像還弄了兩三千萬 去買了一個地下室 就是東區在東門路這邊 他們就直接 我跟你講包括現在莊智園 你看你這個奧委會真的是有夠烏龍了 那他們這些選手 這些比賽型的選手 他們是靠著自己的獎金 拿來填補後進 然後培養新的運動員 小朋友現在七八歲五六歲 他們就從這個基礎就開始訓練他 他們不求回報 一代傳一代的 那林老師就因為 他當然很傷心 因為這個地方是 我跟你講台灣 當時這一座是唯一是國際標準的場地 全台就這一座 國際標準的場地 所以這對台南是為什麼我們在 全國運動會我們可以23連霸 周球 有這個原因 因為有好的搖籃 對那黃偉哲市長當然 我看他有回應說這個人不是他殺的 對一直說不在我任內以外的事啊 不過我今天有 因為今天議會有開會 那他是接受別的議員總職 我是本來 我有跟新聞處長說你要跟市長講 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那個委外那個已經違規了 好 那現在市政府手上找了 好像中校國中在托管 我說這個時候 你就是要真正把他回歸到桌球專用的時候 你可以做了 如果你這次再不做 那你再去說啊 當時是不是我把他委外 那就沒有意義了對不對 你現在當下你可以為 運動員為這個單項 做什麼努力 你是可以做的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做 那你就不要怪網路上在說你 你不關心 然後人家拿了牌 你去拍照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 把他委外不是黃偉哲的責任 可是黃偉哲你可以做的更多 你可以真正在這一次 他 曾一進拿到獎牌以後 那你可以為桌球運動 做一個扭轉 而且 事實上桌球也確實是 台南單項運動的一種 非常有光榮利子的一個單項運動 對啊這個 龍蓋先生我問一下 就是因為這一次這個事件 包括委外也傳出來說 找一個本來在做游泳池的人 去委外標了這個桌球館 然後去踢足球 那當然是黃偉哲市長任內 被檢取之後 然後他就去開罰嘛 然後再變成到所謂的國中 去托管 但我剛才看到一個訊息 因為網路上一旦流傳說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爆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大家會有一些政治的聯想 會不會是有人 因為明年要選這個 等於六都的市長嘛 這時候要殺黃偉哲 然後另外一個消息是 我剛剛看到陳廷飛講話了 他說對於發生這種台北市 他正義進轉集到台北市 他覺得很心痛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這種事 因為有很多的揣測 很多的聯想說 是不是民進黨自己的派系 在互相廝殺啦 有一點這個味道啦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在評論 我先把事實 讓大家知道這個背景嘛 那這個背景事實上 是在賴清德首當委外出去了嘛 那你委外以後 不過既然你市長要去 鄭怡靖家 獻上你的祝福 那倒不如你就把這個場館 再交給桌球委員會來跟吟 因為我跟你講啊 以前是這個委員會 他們沒辦法維持了 如果我今天就是都不講話 也不出力 我就把你 好那你桌球委員會 我把這個攤管 我跟你光是那個燈打開 他們就付不起了 那燈打開他們就付不起錢了 那個燈要很亮的 燈照燈 類似燈照燈那一種的 那你如果要維持一系列的 這個選手都在這邊做基礎訓練的話 那個電費很貴 所以以前我記得 這個 我們局組有補助這個委員會 就是在這個場館的時候 還沒有委外的時候 每一年補助他們200萬 後來他們以為說我既然這邊要委外對不對 那林老師就跟他們 吳文家他們去東門路那邊 又找了買了一個場館 是開始訓練了 200萬補助不見了 他說我是因為你這個場館 然後讓你在這個場館 針對這個場館在這邊做訓練 補助你這個委員會 哇 結果他場館沒了 他另外花錢去 買了場地 結果連 局局的補助也沒了 他們正是雪上加裝在經營 所以你說台北市如果有更好的條件 如果今天你 你認為這個選手可以在北 假如你是教練 你會做什麼選擇 我跟你講我還是會把孩子送出去 一定的嘛 因為我知道你有天分 那在我這個池子已經養不活你了 大家是很拚啊 可是我跟你講 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真的萬萬不能啊 所以整個活動啊 招經費啊 所以我今天才會說 黃市長他可以做的更多 這個時候如果你做的更多 那你就不管政治多爭啊 你這個時候只要做的更多 你依然會得到掌聲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那如果你也不做 那你就不要怪人家鬥爭你嘛 因為你現在是行政權在你手上 你是市長 而且這個場館已經收回 那你是交給一個 國中在貸款 那他們這個學校也沒有能力管這個 那也沒有辦法讓這個場館活化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市長你要去思考 你的智慧看你怎麼應用 而且趁著現在大家對奧運 而且也拿到銅牌 那也為我們的國家 增了那麼多的光榮 那是不是願意 我想以台南市的預算 要幫助這個單項 而且是可以拿奧運獎牌的單項 台南市做得到 那就看市長 他智慧如何去化解 你不能只說這不是我任內為外的 對 這不是你任內為外 可是你現在這個當下 要處理這個事情 這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場館 你願不願意投資一點點 讓後續的這一些選手 可以有一個穩定安定的家 我講過了 如果你是運動員 你就知道這個窩 這個老巢 可以當你狀況低下的時候 你碰到低桃 你可以回到這邊來尋找你的記憶 甚至你可以回想到 當年教練在調整你基本動作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個對一個選手 他可以有時候你看一個選手 選手已經暗淡無光了 他可以再大放異彩 其實這個都相當有Megad的 但是龍介先生花了很長的時間 其實看得出來對台南的愛 就是說很多台南的子弟 在這邊桌球項目裡面發光發熱 但是如果說執政者不趁著現在奧運 大家很關注的時候 去好好去幫他們持續的 給他們加油 給他們資源的話 後續可能類似的問題 還是一樣會發生 所以要趁這個時候 大家好好去重視這個問題 謝謝龍介先生 今天跟我們講過在地 這整個狀況 謝謝龍介先生 謝謝 拜拜 不過我們看到的確 雖然黃偉哲強調說 他昨天晚上發文 然後加上今天的發言人出來 都講說 不是在我任內上面發生的事情 這跟網路上有所出路 但的確大家會看到 你一個台南選手 就跑到台北去了嘛 這邊正義盡的名字 110年全球全國運動會 台北市的代表隊等等 然後呢當然 剛剛我在問龍介先生說 到底裡面這時候爆出來 感覺實際點怪怪的 昨天晚上我又看到另外一篇就是說 冤有頭再有主 你們真的要看到血流成河 那我告訴你 不是黃偉哲不要扣在他頭上 真要找一個人出來面對 這裡有一張圖啦 這張圖呢 就是陳廷飛 他說2018年3月4號 這個是陳廷飛 那時候PO文 陳廷飛來 然後他是擔任 台南市的桌球委員會主委 當然他的註解就是說 107年3月4號 擔任台南桌球協 桌球委員會的陳廷飛 是主任委員 那是不是在忙著拼市長 沒有在管桌球的發展 我就不知道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